材料清单,中筋面粉200克,水400克,盐4克,面粉和水混合拌匀,搅拌至没有面糊为止,切记一个方向搅拌,静止10分钟以上,稍微供开水,披萨盘抹油倒入面糊,上锅蒸3分钟左右,饼皮鼓起就可以出锅了。 出锅后放进装有凉水的盆里,拼一下好脱模,带自然凉就可以切了,可以随意加你喜欢的调味料了,我用醋,辣椒油,蒜泥,生抽点少许的凉白白胎胶上,美味加油呀,这个方子还可以做煎饼,饼和一卷自己喜欢的小菜,小切事这个量是两人份,人多可以加量做。 不过后按个人喜好自行调整,或个人喜欢厚颜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